再來的話我們第五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應該是跟轉成VBA部分比較有關係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怎麼轉換成VBA部分有興趣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利用AI的方式幫你轉換一下 我是覺得以目前我的使用的心得來說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 在第五個單元裡面 這個幾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資料型態 包含串列 串列的英文名稱就是List 其實List就是一個清單 那它的主要的用途有點像Excel裡面 這個Excel裡面的這個表格 這個其實你會發現Excel很好用 就是說它已經幫你把這個所謂的清單 都已經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將來的話你只要把資料放進來 而且都看得到 但是在Python裡面的串列 其實可能比較 比較不容易理解就是它其實看不到 你變成你要在程式裡面做處理 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那裡面的話有一個這個表格 我想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其中比較重要的 常用到的幾個方法 可能要稍微講一下 其中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要寫一個程式好了 這個程式的話就是 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的話呢 主要我假設希望寫一個 讓那個使用者可以輸入成績 然後不斷輸入成績 直到它輸入負一的時候 它就離開 最後呢 把那個輸入的資料呢 全部把它Print 出來 OK 那所以我這邊 我先把這個 輸入成績的這個Sample Run一下 所以這個Sample的話在第五個單元 OK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到串列 為什麼需要到串列 因為串列的話 才可以放多個資料 不然的話之前 我們假設用文字的話 只能放一個 那如果下一個怎麼辦 你要再新增一個變數 不可能啦 所以理論上的話呢 會加一個串列 那比如說我這邊demo給各位看 請輸入學生成績 比如說我95分 Enter 那下一個成績是96分 98分 假設我隨便輸入三個 最後輸入負一好了 Enter之後的話呢 請你幫最後的話 輸入負一表示結束 那如果輸入負一之後的話呢 我希望它能夠最後幫我把 這三個成績列印出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Enter 有沒有看到 底下的話它print的出來 就會是我剛剛輸入這三個人的成績 那你會發現 奇怪為什麼 這三個人的成績 它前後會用中瓜符 其實跟各位講 中瓜符這個符號 就是串列使用的 也就是串列前後一定是中瓜符 那每個資料跟資料中間加豆點就對了 所以三個嘛 它就幫你把它放進去 放第一個 放第二個 放第三個 所以 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練習 第一個 如何產生一個空的串列 第二個的話呢 如何讓它不斷輸入之後 有沒有 輸入的話呢 這邊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方法在這裡 叫append 哪一個串列 點append 然後把你要放的資料 放在瓜符裡面 這個敘述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我把資料放到裡面去 寫到串列裡面去 叫append OK 其他比較常用的 還有像 這個串列到底有幾個用len 最大是max 最小是mini 這個其實跟excel的概念蠻像的 接下來我們來寫這個程式 如果我今天希望寫一個什麼 輸入成績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要撰寫之前 你說老師 應該怎麼寫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假設要輸入的資料很多的話 特別注意 你這個串列呢 我先新增一個空的串列 那什麼叫空串列 如果是空字串 空的文字就兩個串以後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要輸入的是一個空的串列 那記得喔 加一個空的中瓜糊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建一個清單 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OK 所以 那它的名稱叫scope scope等於一個中瓜糊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讓使用者不斷輸入 輸入的條件是什麼呢 特別是有不斷輸入 所以不斷喔 不斷還記得吧 不斷我的敘述習慣是什麼 先打個file email 有沒有file空一格 email 好 接下來輸入的話就寫在哪裡 寫在file 這個有點跟前一頂一模一樣 所以呢 讓它不斷輸入 那所以要怎麼樣讓它不斷的輸入 特別注意喔 輸入的話呢 我們用input 不過這個敘述蠻長的 我直接拖軟一下 我就直接拿這一串 好 那我就input 有沒有 input 請輸入學生成績 OK 然後呢 當它輸入之後的話 記得轉型 OK 轉型的話呢 當然我們用evo 那比如說我剛剛輸入什麼 輸入95分好了 它就把95分怎麼樣 直接呢 放在這個input的這個變數裡面 那記得轉型 本來是文字嘛 evo之後的話變95 把它存在input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這個input 要怎麼樣能夠寫到這個put裡面去 特別注意喔 當然啦 我要寫進去之前我要先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 如果什麼呢 input 假設是什麼情況 才能寫到這個put裡面呢 當它不是-1 所以不等於-1的時候 不等於-1 有沒有 不等於-1的情況下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把那個資料寫到scope 所以資料寫進去的敘述是這樣 scope是一個串列對不對 然後這個scope的串列呢 我用一個方法 叫點什麼 點append 點append 然後這個append的話呢 把那個什麼呢 把資料寫進去 記得喔 把inscope這個資料有沒有 放在append 85裡面就可以了 這樣的意思是說 我把什麼 把剛剛輸入比如說95分 95分他就知道說 我把這個95寫到這個scope裡面去了 那這個中瓜阿虎裡面會變怎麼樣 它本來是這樣子的 它就會因為你把它寫進去 它變中瓜阿虎95 然後中瓜阿虎 就寫一個95分進去了 好 那反之的話 反之這個地方 enter一下 反之的話就else ok 那else的話呢 就是如果當inscope等於-1的話 做什麼 就離開嘛 所以離開很簡單 就是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break就可以了 有沒有 break掉 ok 所以呢 這樣的話呢 程式理論上就寫完了 當它不是-1的時候 那你就幫我把這些成績 一個一個把它寫到scope裡面去 可是呢 當我輸入-1的時候 當它-1的時候呢 那我就直接break break掉的話 程式結束了 ok 我們來試一下 應該這樣ok了 看一下應該沒問題 有沒有 不等於-1 最後的話 要把結果print出來 所以最後記得喔 print的位置 記得要把它收排到最前面 所以print print什麼呢 print這個scope 所以把這個scope呢 把它複製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這樣ok了 自行一下 再試一下 隨便輸了 98 97 96 -1 負1的話呢 因為邏輯會跑 它 4負1 有沒有 所以是break 最後呢 把這個結果把它print出來 有沒有看到 98 97 96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呢 其實我還希望呢 把這一個範例再延伸 我希望告訴我一下 這邊到底輸入了幾個學生 幾個喔 有沒有 幾個還記得吧 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表格裡面有一個 你可以利用LEN有沒有 然後呢 再跟我講它的 比如說總分啊 總分 有沒有 三個成績加在一起 然後呢 平均多少 最高分 最高分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max 最低分 那我應該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主要是利用這個 Append 這個很重要 試一下喔